记者杨年杰台北报道,做一个枕头,要花不少时间啊。 从这条到这条,是我缝的。 谈起自己的拼部作品,完全感受不到这是一群罹患失智症的长辈, 他们在志工及家属的协助支持下,靠自己的双手,做出一个又一个拼部作品, 除了要向大众证明他们仍能够自力更生, 也要以作品为其他失智长者募集照顾经费。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表示,目前全台失智人口余26万, 但直到今日仍未有治愈方式,已成为社会一大隐忧, 为打破社会大众对失智者的刻板印象,投入失智长辈的关怀及照顾, 继续帮助他们维持基本的生活能力,以及发挥所长,增进对自我的信心, 并让长辈们能够参与募款。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说,对多数长辈而言, 手作是原本就熟悉的能力。 本以为对他们来说是困难的一件事, 但令人想不到的是,失智长辈仍然保有原本熟悉的能力。 如中心内88岁的人妹奶奶,83岁的月云奶奶不仅能独立缝制拼布包, 抱枕套,更能一针一线亲自示范,是一件很容易的事, 失智中家属黄韵如说明,她本身很喜欢手作, 并与一群爱心妈妈组成快乐手作团, 开始思考与长辈结合的可能性。 快乐手作团罗美云团长则分享, 去年6月起,固定每个月来一次中心, 带领失智长辈进行手作拼布, 方氏则会依长辈的个性,能力做调整, 随助长辈们越来越进步,作品也越来越多。 在去年10月,几位长辈在家属与同人陪同下, 到玫瑰圣母堂62周年庆园游会摆摊, 意卖自己的作品,不论是拼布包、餐店、抱枕等, 对长辈和他们都是很大的鼓励。 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职能治疗师郑又生表示, 失智长辈对时空概念、理解与表达等能力可能有些退化, 但许多长辈对于过去熟悉的技能及记忆仍在, 只要引导投入到擅长的活动中,就会变得比较好。 透过手做拼布工作,长辈在过程中会比较安定, 也可以维持空间感与手眼协调、精细动作等能力, 一举数得。 感谢观看